可以说美军从入侵阿富汗的第一天开始 直到离开阿富汗的最后一刻 都在给阿富汗带来巨大破坏 都在给阿富汗人民造成严重伤害 美方声称美军已经完成了在阿富汗的使命 难道美军的使命就是破坏阿富汗国家 伤害阿富汗人民 甚至在最后撤离前 还要为阿和平重建制造更多的障碍吗 美军在阿富汗的二十年就是一本活教材 生动展示了肆意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 把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于人 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当前阿富汗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国际社会有必要深入思考 如何防止阿富汗的悲剧在此上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